天原围棋 轻松看得 当下到真子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心情很愉快 因为这样很难得遇到的东西 能够在棋盘上实现 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就让大家实际上做一个应用 请看到电脑的画面 这一盘棋 左边黑棋这四颗子 被白棋包围住了 而且它的气非常的短 实际上它只剩下两气 所以换句话说 白棋只要一有空 先下手为上叫吃的话 那这四颗黑的就死定了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 白棋包围这四颗子的白棋也都是危险棋子 比如像这个棋子是几气呢 它是两气 这个子也是两气 这个子是三气 所以我们说这个危险棋子做的网是破网 所以白棋是破的网 所以黑棋就有机会 应用我们上一期跟教给大家的 这个真子的这种吃子技巧 把它这个网把它给破坏掉 那现在下成这个局面的时候 轮到这个黑棋 那我想请问大家看 大家想想看 现在轮到黑棋下了 那黑棋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就是下载A 连接长气 第二个就是下载B 切断锦气 哪一种下法 可以把我们上次教给大家的 真子的技巧应用出来 好 写好了 请你把你的白板翻过来 我们看一看 我们同学有没有答对 有三位同学答B 一位同学答A 好 那有三位答对的 其中有一位答错了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电脑荧幕的画面 为什么B才是正确的 那因为我们说这个真子 必须要保持叫吃嘛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 那A很明显并没有叫吃 对不对 A是自己连接长气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左边这三颗黑棋 实际上它只有两气 所以如果黑棋并没有想办法去 叫吃白棋的话 现在轮到白棋下 白棋当然怎么样 就会叫吃黑棋 那这样子的话 白棋先下手回家 黑棋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黑棋就输掉了 那因此呢 为了要达到这个保持叫吃先下手为强的目的呢 所以只有B 去叫吃这两颗白棋 才是正确的下方 好 那这个时候白棋如果说 好 那我把你这颗黑的吃掉的话 那黑的就可以怎么样 黑的就可以把左边这个白棋吃掉 那这个时候呢 上边的这三颗白棋啊 实际上呢 就变成黑棋肚子里的鱼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棋延伸到外边 这个黑棋延伸到下边 好 那中间 脚上的这三颗白棋啊 就逃不掉了 因为它在失败线 失败线要逃不掉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说呢 黑棋会下在这儿 下在这儿叫吃的时候 白棋是不能吃的 我们刚才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了 所以白棋不能吃 那白棋就一定会逃 反过来吃黑棋 好 那同样的 好 该黑棋 请问它应该下 A 连接长棋呢 还是下 B 井气 应该下哪一个 大家想想看 怎么样 哪一个才是 有做到我们说 保持叫吃这四个字 是B 是B 对不对 那黑棋如果A 只要一长棋 只要有任何一步 没有吃白棋 那白棋就立刻先下手 也想把你吃掉 所以要做到保持叫吃 就必须要怎么样 就只好下B 那在一般的情况 人家先吃你再吃它 当然是吃不掉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是叫做 深冬及西 黑棋叫吃 左边这三颗白棋的时候 实际上 它的真正的目标 并不是这三颗白棋 它真正的目标是谁呢 是右边的这三颗白棋 这三颗才是它真正的 这个叫深冬 来集西 所以白棋被叫吃的时候 白棋没办法吃好 吃掉黑棋 或者是连接长棋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黑棋就可以转头 过去怎么样 开始叫吃这三颗白棋 因为这三颗白棋 这三颗白棋 跟左边这四颗黑棋 有没有关系啊 有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它是它的网 是不是 所以如果这三颗白棋的网 被黑棋吃掉 那当然黑棋这个鱼 就逃走了 对不对 所以下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就只要逃了 那黑棋怎么办 你看 从右边叫吃 还是从下边叫吃 为什么 要让它转弯 对不对 你看如果是从这边叫 它变成一直线 那黑的就残了 变成一直线的时候 白棋跑出三颗了 那你就再也没办法保持叫吃了 所以保持叫吃一定要这样 让它转弯 不能让它成为一直线 连接成一直线的话 就可以藏出两颗出来 所以呢 这样子一直转弯一直转弯 从向右向下 一直不断的向右向下 最后的结果呢 哇 全部吃掉 哇 当你发现这个白棋被针子吃掉的时候 这个黑的就逃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针子啊 应用的这个很好的范例 下边我们再看第二题 好 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情况 上面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这边有三颗黑棋啊 跟这一颗黑棋 它被这个白棋啊 团团包围 团团包围 对不对 看得出来吗 团团包围了 而且它是在失败线 所以理论上它逃不掉 那它既然是鱼又逃不掉 怎么办呢 所以它只好找网的麻烦 它的网在哪里 它的网有这个 有这四个白棋 也有这四个白棋 还有右边这三个白棋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这些白棋当中 这个 左边的白棋 它一二三四 它有四七 它并不是破的网 对不对 只有下边这四个白棋 只有两七是破的网 所以老师提示到这边 接下来请问你 黑棋啊 怎么样才能够应用我们上次教的真指的技巧 把白棋的破网把它吃掉 然后把自己的鱼给它救出来 应该下A还是B 大家想想之后把答案写在你的白板上面 哪一个位置才能做到保持叫吃 这很关键 对不对 好 请把白板转过来 我们看一下 看看同学有没有 好 通通选择B 好 标准答案都答对了 对 我们回到电脑画边 的确 因为A的话呢 它是自己在连接长器 对不对 自己在连接长器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可以怎么样 很从容的把自己的棋子连接起来 把这个网连接起来 那至于左下角 左边这三颗白棋 并不是重点 因为这三颗子 跟上边的黑棋没有关系 所以白棋只要把这四颗白棋的网 危险器把它加强之后 基本上黑的就死掉了 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 保持叫吃的目的 黑棋必须要下在B的位置 才能叫吃 那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 往这边逃 往这边逃就被吃掉了 所以白棋只能吃掉黑棋 黑的呢 要保持叫吃怎么办 从哪边叫吃 只能从这边叫吃 对不对 因为这四个黑棋 有一气两气 那这边不能下 当然只能从这边下 保持叫吃 然后呢 再想办法 一看 发现这一团白棋 还是只有两气 可不可以继续保持叫吃呢 可以 那吃这个 还是吃下边 要吃下边 让它转弯 再吃右边 让它转弯 再吃下边 让它转弯 对了 结果呢 扭来扭去 对不对 好 所以中国古谱里面 叫这个叫扭羊头 把它扭过来扭过去 把它头扭来扭去 但是呢 我们小朋友现在 可能看过羊 羊的人都不多了 很多都市小朋友 没看过羊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楼梯 比较简单 楼梯你们总看过吧 是吧 所以这个走楼梯 走到最后的话呢 蹦 全部吃掉了 好过瘾 对不对 好 这一题正确的答案 就是下B 那么 我们从这几个例子 就发现 要增子其实不难嘛 对不对 好 这一题就是一个引针的应用 大家看一下 上边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边有两颗黑棋 剩下只有两棋 那么这两颗白棋呢 也是只有两棋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这里 增子 黑棋有没有办法把它增掉呢 大家自己去算 这个增子到底增的掉 然后增不掉 那所以它的问题是 黑棋是下A 还是下B 那这个A的话呢 就是我们 张飞抓曹操的叫门峰 对不对 增子增不掉的时候 我们叫它关注 当然这样关注它 但是呢 白棋当然就可以把这个黑的吃掉 这个是 增子不利的时候 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叫做门峰 另外呢 那B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想想看 好不好 那老师的提示就是 这是一题 引真题 什么叫做引真 大家想想看 好 答案写好了吗 写好了就把白板 好 举起来 把它转过来 我们看看 好 两位小朋友同学选A 两位大朋友同学选B 我们来看看A跟B 有什么差别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呢 这个要就上面这两个黑棋 一定要把这两个白的吃掉 对不对 那所以要看这个增子 好我们再先看一下这个增子 到底跑得掉跑不掉 好 跑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大致上已经看到了 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一颗白棋 好像发挥作用了 对不对 好像有点发挥作用了 下到这个位置呢 再次的时候 白的一连 哇一二三 跑出三气出来了 代表这个增子啊 黑棋失败 黑棋一增子失败就惨了 黑棋这边 全部都是两气的危险棋子 全部都是两气 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叫吃 这个黑棋就不行了 那所以说增子不利 那怎么办呢 那比较消极的方法就是 好那这算了算了 我不要整你 下A就是比较消极的方法 让白的吃 那黑的就反吃 让白的吃掉 黑的在外边形成一个外式 好不过这个外式有没有用呢 用处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外式的对边 一定要有自己人嘛 可是外式的对边是谁 是白棋 好所以这个外式并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大控 对不对 除非这个两个白棋变黑棋 对不对 那这样当然就 这个OK的对不对 很可惜这两个是白棋 所以这个外式啊 没什么用 好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 这个门峰就不太好 好那我们积极的想法就是好 既然针子不力 我们就先做一个引针的动作 做一个深冬极西的动作 这个就是B的用意 那么B的用意是什么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 因为下边这两个白棋 本来是一个虚线嘛 对不对 虚线 我们说虚线就是怎么样 就是它的弱点 所以黑棋下在这个位置 摆明的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关的话 你不把窗户关好 我就要冲下来咯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它的用意很明显 这颗B的黑棋啊 就想冲破下面这两颗白棋 把它切断 那白棋如果 好好好 那赶紧把窗户关上 这个时候呢 黑棋就已经达到了 深冬及西的目的 所以黑棋真正的用意呢 是针对这两颗白棋 然后就开始增值 好 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突然发现 这颗子啊 发挥了绝妙的作用 那黑的在一叫吃的时候 白的这一下 逃不出来了 因为多了这颗黑棋 多了这颗黑棋 白棋就逃不出来了 好 结果呢 黑棋就把白棋吃掉了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一首棋的影针很厉害 很厉害 这就是影针 好 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是B 这些正确答案是B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一题 这一题呢 这两颗白棋 黑棋想把它吃掉 好 那黑棋可以下A 也可以下B 你觉得黑棋应该下哪里呢 黑棋到底有没有办法用增值 把白棋吃掉呢 好 如果想好的话呢 请你把答案写在白板上 然后呢 把白板转过来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哈 四位同学都选择B 换句话说 你们就觉得增值不利 增不掉 对不对 好 请放下来啊 全部都答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所以下围棋啊 它是非常灵活的 它不是死背的东西 我们虽然说增值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让楼梯反吃铁轨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宽器增值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宽器增值呢 真正的增值是要保持轿吃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黑棋并不需要保持轿吃 好 比如下黑的下A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楼梯反过来啊 好像要吃这个黑棋了 对不对 但是这次黑棋是可以连接长棋的 为什么 因为黑棋外边并没有两个两棋的棋子 并不怕白棋切断 白棋切断黑棋也可以逃 反过来白棋并没有办法增掉黑棋 白棋反而不能增这个两个黑棋 那这种情况 这种棋型呢 就是我们在玩张飞做曹操的时候 这是叫做什么 这是叫做门峰嘛 对不对 是不是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门峰 已经把它门住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一次这个针子啊 叫宽气针子 下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白棋其实已经被针掉 已经跑不掉了 那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说 就算真的真的针不掉好了 黑棋还是应该要这样下 那么黑棋可以放弃这一颗子 然后呢 把白棋打成一团废墙 然后再把自己接上 然后让左边这个白棋啊 受到威胁 因为黑棋这样全部连上以后 黑的外势非常好 这个雄厚 这个两个白棋 就会受到威胁 那如果说我们 因为担心吃不掉 而下B的话呢 那就算是黑棋啊 这个脚上可以活 因为它大于六个口 就算黑棋活了 可是外边这两颗子啊 就很可怜了 因为它跑到马路上去 没有地方没有家了 对不对 那这样就不对 从四维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两颗牺牲的 比刚才那颗还要严重 好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看看 等一下 好 如果说我们是下的 这个A 对不对 我们是下的这个 好 就算是吃不掉 我们把这颗子给白棋吃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好 右边的话这个棋型 右边的这个棋型的话 很明显 黑棋虽然被白棋吃掉一个子 对不对 但是它这围地的这个状况 是很OK的 这个脚地围得很好 另外它形成一个外式 可以用来怎么样 用来对这两个白棋啊 产生压力 对不对 但是这边这个情况就不是了 这边这个情况 不但黑棋活的脚地 好 不是很大 而且呢外边呢 全部都变成白棋的势力范围了 好 那这两颗 那这两颗黑棋啊 这两个黑棋就特别糟糕 好 外边就变成 这两个黑棋要受到攻击 好 变成要去逃难球 好 所以说下棋的时候啊 一定要做全盘的思考 全盘的思考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思路才会灵活 好 所以这颗子 就算不能吃掉这两个白的 也非要从A打不可 这黑棋必须得从A打才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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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 我們再看下一題 這是一個引針的問題 左下角已經有了兩顆白旗跟一群黑旗 到底這個白旗有沒有發生引針的效果 黑旗可不可以從B來針子 還是說黑的針不掉之後自己長氣 放棄這兩顆 到底黑的下哪一個 A還是B 大家就要算一下 看看這個針子 到底白旗有沒有引針到 把答案寫在白板上 好不好 好 我們兩位小同學是選A 你認為針子針不掉 是不是 兩位大同學認為可以針子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到底是大同學對還是小同學對 看一下這個電腦螢幕 好 裴旗如果針子的話 白旗逃出來 下一步要讓它轉彎 再轉彎 所以轉彎的方向是下左下左 好 不斷地下跟左 好 到這一步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這一步呢 下一步騎啊 下到這裡的時候可以騎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A 一個是A 一個是B 好 那其中有一步是對的 有一步是錯的 您覺得哪一步是對的呢 好 如果是A就錯了 如果下A的話呢 白旗連接之後 現在黑旗面遇到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因為如果從右邊叫吃 白旗就變成一直線逃走了 那麼如果從下邊叫吃 讓它轉彎的時候呢 它一轉彎回來就咬你一口 對不對 反吃這個鐵軌了 對不對 所以呢 A是錯的 這一次要危險旗子怕切斷 要下在B才對 切斷它以後呢 它這一次它只好連在這個位置 然後黑旗再繼續增值 所以這題的答案呢 的確是可以增值成功 但是並不是像大家想的那麼簡單 它中間還有一些怎麼樣 還有一些陷阱 就下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還要計算得出來 所以呢 我們四位同學有兩位答對 有兩位答錯 但是兩位答對的同學當中呢 這個地方是不是真的有看清楚 所以說這個圍旗就是可以訓練我們 做更深遠的思路 不斷的訓練我們計算 好 所以這題的答案呢 應該是B 那如果下A的話呢 就太沒有意義了 就被白旗把這邊吃掉 當然這個吃掉非常大 不過黑旗當然也可以得到一點代價 從這邊做出外事 好 我們再看一題啊 也是這個增值的題目呢 當然也是比較難度高的 但是它我們也是主要是做一個示範 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說增值啊 怎麼樣可以防止對方的增值 怎麼樣叫做一手兩用 我們一開始上課的第一堂課就教大家一手兩用 當你在引針的時候 你還要想到一手兩用 好 現在這個情況是這樣 黑旗到底應該下A還是下B 那當然就跟怎麼樣 跟這塊白旗的生死有關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黑旗這一顆只是一氣嘛 這一顆只是剩下最後一氣嘛 對不對 那如果它逃走以後 黑旗還有另外第二個問題是 這三顆也只有幾氣 也只有兩氣 所以黑旗要想辦法能夠把這三顆跟這一顆都救起來 那白旗就會死掉 那這些白旗就會死掉 因為這一團白旗只有兩氣 而相對這個黑旗卻有三氣 所以在互相包圍的狀況之下 三氣跟兩氣 如果黑的把外邊都救走了 那這個白旗就死掉了 這是一個比較難度比較高的練習體 大家想想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上邊的四顆黑旗把它救走 那老師提醒大家就是 救走這四顆黑旗啊 一定要把它的這個 包住它的網把它吃掉 那包住這四顆黑旗的網有兩個 一個就是這個 這邊的白旗 所以黑旗把這個白旗吃掉也可以逃走 另外還有這邊的白旗 如果黑旗把這邊這四顆白旗吃掉呢 也可以逃走 那黑旗下A跟B下哪一個 才能夠把白旗吃掉 好 切好 請把白旗轉過來 我們看一下 這次又是這個壁壘分明 大同學選擇B 小同學選擇A 好 請放下 所以我們可以在教學的過程中 就可以發現 其實年紀比較小的同學啊 他的思考比較淺 那年紀比較大的同學啊 他的思路就比較深 好 那可是有很多人就說 學維棋是越早開始越好 越小學越好 其實這個講法當然就是說 針對小孩子的訓練 早一點讓他得到訓練是比較好的 可是就學期的這個深度跟速度來講的話 其實年齡大的這個朋友啊 學維棋一樣的合適 因為年齡大的朋友他的思考比較成熟 好 現在我們來回到這個棋盤上來看一下 那麼黑棋很單純的下A的話呢 就糟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啊 上邊這些白棋跟右邊這個白棋 共同的敵人是誰 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這個 這三顆黑棋 所以呢 白棋可以一口氣把這三個吃掉 如果白棋能夠把這三個黑的吃掉的話 那當然就連上面這四顆也都逃不掉了 也都逃不掉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黑棋啊 是沒有這個時間來下A的 黑棋只好下在B 先把這三顆子想辦法逃出來 那如果白棋這時候把這顆黑棋吃掉的話呢 那這個黑棋這顆子剛好也可以把這個四顆白棋切斷 可以把這四顆白棋切斷 那如果能夠把這四顆白棋切斷 四顆白棋剩下兩棋逃不掉 那當然黑棋就得救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白棋最兇的抵抗 就是白棋也把它連接起來 但是由於有了這一顆子的幫忙 由於有了這一顆子的幫忙 這三顆子啊 就變成不會被白棋一口氣吃掉了 所以現在黑棋也可以把這個子接起來 那剛才沒有這顆子的時候 白棋從這邊一叫吃黑的就死掉了 可是這一次因為多了這一顆 所以黑棋就可以接起來了 那如果白棋要吃它要針止 可是這個針止怎麼樣 這個鐵軌會反被叫吃對不對 好 那白棋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針止 這樣子這樣子針止一樣 這個樓梯會反吃鐵軌 那如果從這邊吃的話呢 這個樓梯就藏出三氣了 對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哈 下棋的時候啊 當你有兩個問題的時候 左邊也有問題 下邊也有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要下出一個 一手兩用的方法 像下B就是一手兩用 因為它不但把上邊 三個黑棋啊 救走 同時還要怎麼樣 還要切斷右邊 四個白棋 它還要切斷右邊四個白棋 所以它是有一手兩用的作用 如果白的接 那黑的也把上面這個黑棋救走 那這個就是圍棋下棋的 一種高深的技巧 那雖然他說這個這個雖然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我們為什麼在初學這個階段就介紹給大家 就是因為不要讓大家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思維是一種習慣 我們有這樣的思維習慣 那將來的思維的深度在加深的時候 我們其力自然就可以得到提升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爭執的這個練習題啊 就做到這邊 非常歡迎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的這個收看 希望大家能夠下一期繼續觀賞我們這個 新概念為期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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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